明白了吗,我姓郭,在咱们当代,这是个多么神圣的姓势啊 自从9月份,郭老师为首批龙字科演员赐字之后 龙字科学员正式地走入观众的视野 10月4日,在上九夕的相声专场上 网友们也发现了龙字科的身影 任龙凤和郭盛文这两位八对的相声演员尤为引人注目 相信喜欢德云社的网友都非常的熟悉 这两位是八对的相声演员 从开场慢慢地干到到二的位置 如今已经成为八对的中流砥柱 已经有了自己独特的演出风格 专场助演的效果也十分出色 郭盛文,刚才头上的结果在后边也听到来 确实有自己的表演风格 能抬着,我们在后边跟开始 他们在台上演出,我打的地方过也看不见 我以为他逗感的 确实表演风格有自己的特点 形成了一个很好的一个风格 大部分也是多看多跑,好吧 看到如今,龙字柯都已经给当红演员助演了 不少网友直呼,德云社真给演员们机会 刚刚给字没有多久就可以登上专场的舞台 可见郭老师深知努力付出终有回报的道理 任龙凤、郭盛文也给其余的年轻演员做出了榜样 在演出结束后,任龙凤和郭盛文先后发文 用简单的语言表达了自己激动的心情 能在专场助演,对他们两位来说,这也是第一次 你坐着轮船去西藏 有问题吗? 你们停哪儿啊? 轮船停海,常停哪儿? 西藏有海吗? 怎么没海呢? 什么海啊? 青海 青海算海? 废话,你张不选啊 在你的世界里,你好好吵你双猴吧 哈哈哈哈 去这个地方吧,既有风景非常的优美 我呢,站在戈壁上看着大海 你看着真乱啊 站在戈壁上看着,等去年去山亚演出的东西在大沙发上了 哈哈哈哈 一抬头,天空中飞了一些海虎和兔鹫 这哥俩迷路啊 海虎 兔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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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往一块儿飞 这哥俩往一块儿飞 你不知道我今天兔鹫什么吗? 因为爱情 哈哈哈哈 他咋接着爱情 他的爱情的结晶应该怎么充足呢 哈哈哈哈 海旧 哈哈哈哈 为什么不叫兔鹫呢? 哈哈哈哈 海虎是爸爸,兔鹫是妈妈,所以叫海旧 那把一道家门呢 哈哈 你也别人到上面有个花就完了 你讲理吧 你不站在戈壁上看大海 戈壁不是不旧的地板吗?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虽然说是第一次助演 两人的演出效果非常的好 任龙凤是郭德刚龙自科的徒弟 在德云八队也是非常活跃 经常出现在张九南的短视频中 对于任龙凤 有许多网友认为 他的人设没有搭档郭盛文那么清晰 大家对其印象也不是特别的甚 和郭盛文一起演出时 更多的时候都是搭档抖的包袱多一些 但基本功非常的扎实 唱功也是非常的不错 你就是祸心中的变化藏 变你的梦想 有你世界都变落 就算天快亮 能不能就这样 自由的安全有望 张开只帮我们笑笑绽放 许下转望 在郭老师公布首批龙自科徒弟的时候 就有不少网友想问郭盛文 为什么没有给字 郭盛文虽然是在德云社演出 但郭盛文其实已经有师门 是杨绍华先生大儿子的徒弟 他不是郭老师的徒弟 甚至于他师父根本就不在德云社 他师父是咱们天津本地的演员 天津的相声大家 算是大家族 都是说像的 杨家 杨家 俩说像的他师父是谁呢 哪位啊 大爷 老大师 杨大爷 那是我师父 就是卖蒜羊肉的 除此之外 郭盛文的唱功也值得一提 他的演唱让人回味无穷 跟夺命歌鸡烧饼张九龄有得一拼 可以说每一个字都不在吊上 任龙凤和郭盛文两人 如今已经走入了观众们的视野 登上了专场的舞台 两人的演出展现出彼此之间的默契和实力 他们的出色表现也让我们看到了年轻一代的崛起和潜力 其他的小龙人们也需要更加的努力 早日成为德云社的中流砥柱 登上更大的舞台 都在预期成为 能和方式 然后我们的第一位